他是裁判 裁判犯规就要吊销执照 但是 你们输了 相信大家都看过这部周董派的大冠篮吧 李立群老师这句话当时也平一乐 现在回顾下近期CBA联赛是否有些细资金 本赛期的CBA联赛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相比较于以往 球员恶意犯规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媒体犯规和技术犯规的次数增加不少 很多人都把他为鉴于球员的动作越来越大 赛场上的对抗越来越激烈 但这与裁判的共识力专业水平等民众共识也有很大观 而常态员对于民众人的反驳 更是他们在场上打出平时的划码 更比说那些本来CBA联赛就是CBA的裁判 下面和大家一起分享四位联盟当中 坏有争计的裁判 第一名人民的小声39号裁判杨洪峰 要说最近VB联盟当中最有我的裁判视频 被39号裁判杨洪峰莫属 这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 却净吹着一些对不起人民的赏 而他最近吹罚的两个比赛 更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先来说一下浙江德比比赛 由于双方的排名非常坚信 为了在几户赛当中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排名 本场德比战对于两个球队来说都不如故事 但比赛进行的第一截 双方的火腰味就被许忠豪提了上来 他在一次强求伙众之后 各种粉丝推了瑜伽好一把 但39号裁判没有远视 随着瑜伽的进行 许忠豪又更加期待 在浙江的第一次进攻中 吴贤之球从中路突破杀倒的下 此时的许忠豪并不在吴贤突破提供的必经之路 但他在吴贤靠近自己的瞬间 均速朝向吴贤的方向移动 在吴贤停将杀到篮下上篮的时候 自然许忠豪仍然没有移动到位 但他却将骨髋的髋关节给送了出去 而且还可以特征转髋撞到吴贤 从慢着头回方来看 许忠豪这个犯规自用凝热烈 受伤倒定后的弓箭 最终被队影摁入下立场 但三局组和裁判 这一开始引进给了洪费 在浙江队教练席的一致抗力下 才通过慢镜头 回放升级为北斗犯规 刘文伟还因此知道一次进行犯规 这还经济是开始 本场比赛最具公益性的一物 发生在朱俊宏对浙江队球 承帅瓶的一次洪费 当时承赛同时久准备延三分陷害 以此不过 而防守他的广沙队球 在朱俊宏当时 和他的内队力量 错来一个阵位 但此时朱俊宏迅速侧向移动 向洪帅鸿恶狠狠地逛了过去 而这一幕就发生在 三十九号排派 杨洪峰的演义里下 他从此区乏了一个补货 足异的犯规 已经对他引了一整场的 浙江队队经理 方聚似是非语买 不断向他调笑 而三十九号排派 也绝不是擅长 而在浙江广大和上海中的比赛中 曲忠豪对李天荣的内队 进入瘋狂的拉拽动作 居然逃出了裁判们的演技 作为文长比赛的主裁判 三十九号裁判 不止没有通过视频回报 观察这个情的来龙裁判 而且还站在倒地不紧的李天荣 便不停地坐着手势 让他起来 可当时的李天荣 进步与平瘦的动态 认为三十九号裁判 竟然认为李天荣是在北方 不得不说 场面着实让人心情 第二名 北京队最佳第六人 二十八号裁判 汪梅 北琼翁称之为 北京手钢队的场上 第六人 难道米洛磊说的裁判 对我们有利 就是王梅 或许很多球迷都忘了 他在上个赛季 曾发生的两个争执直怕 在青岛队和浙江队的比赛中 青岛南篮主教练吴庆龙 在场边和陆军的球员 结果给王梅 追了技术人员 借了吴庆龙大到宿态 并目开进一开的桌子 而在北京队和深圳的陆队 王梅因为精神攻陷 挫盘漏盘 导致北京手钢 差点提 赛后王梅居然受到了准备 在之后的两个多月的 CBA联赛中 他都没有确实怕 据朋友消息称 是北京赛了 具体情况 CBA关于裁判的准备 从来都对外公布 但不得不说 得罪了北京队的后果 还真的非常严重 或许有球迷就疑问了 本赛季北京队 在对阵广沙的那场比赛中 王梅不是一直在偏喊着北京队吗 或许上个赛季的竞赛 让王梅认识到了北京队的能量 于是就出现了本赛 第二阶段 北京队和广沙队的那场比赛 王梅做出的那一次 令人惊掉下巴的认证 人们北京队外人吉姆森 在篮下大中锋独金凶犯规 当时助理裁判 吹罚了虎虎犯规 但经过视频违望后 助理裁判毫不犹豪豫的 将这个反规 升级为媒体犯规 由于吉姆森门场比赛第二年 毕竟遇造过一次媒体犯规 于是他自己也非常自觉地走下了场 其实最为经典的一幕实现 当助理裁判将这个判法 升级为媒体犯规之后 猫梅在赛场中间 直接将证明助理裁判 拉到了故事身旁 然后两个人耳语了几句 期间猫梅的表情 特别严肃和凝重 但二人紧实地交流过 助理裁判非常无奈地 瞭着脑袋 又将本次升级判法改为一页犯规 这把在场 所有人都搞糊涂了 就连已经下场的基姆森 也毅力投逼 他还是在敌人的提醒之下 重新回到了赛场 原来那场比赛中 北京队除了吉普森之外 全队洋魂 当时两个的分岔也不太大 过去汪梅在和助理裁判 分析场合 与沈丹这次改叛 也让28号改叛 成为了北京队最佳点